阿姨 走慢一点 小心点 阿姨 车在这呢 妈 孟华回来了 回来了 那好 等他进门了 我们再出去吧 不用了 就在楼下的超市 孟华马上就上来了 不放心 小军呢 您放心吧 我都安排好了 没问题啊 没问题 没问题 安姨 安姨 把东西给我吧 安姨 我们回家吧 我还是住那边吧 安姨 你现在身体状况不好 我不放心你 你是不放心孩子吧 不 我是不放心你 我在外面都已经住了 一个多月了 你才想起不放心啊 安姨 我向你道歉 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回家 那边很快就不是我的家了 我的律师会去找你的 好 好 我 好 我 小军,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? 妈,若兰。 奇怪,怎么都不在啊? 他们怎么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啊? 喂? 若兰,你们在哪儿啊? 怎么把小军一个人留在家里啊? 你赶快到门口的超市来。 什么事? 有急事。 若兰? 若兰? 阿姨? 阿姨? 阿姨,若兰跟我妈在超市,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我要赶过去看看。 小军,能不能麻烦你照顾一下? 谢谢啊。 妈,若兰。 到底怎么回事啊? 你们怎么把小军一个人放在家里啊? 小军醒了吗? 安姨来没来? 安姨在帮忙照顾小军呢。 那我们回去吧。 先别回去。 孟华,你先去公司吧。 公司的事不能再耽误了。 小军,就交给安姨吧。 这,合适吗? 安姨现在最需要的是这个家对她的认可。 就让她试试嘛。 我都照顾不好小军,她能照顾得好吗? 您放心吧,她能照顾好。 快走吧。 我看你们还是早点回去吧。 那我去公司了啊。 好,小军走。 阿姨做的东西给你吃。 你怎么那么没礼貌? 你没看见吗? 我也很不舒服吗? 我要瞎子,我看不见。 瞎子,瞎子。 你叫那么大声, 就怕大家不知道你是瞎子啊? 好了好了。 对不起啊,小军。 阿姨,阿姨啊。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,老是想要发火。 对不起啊。 好,来,别抱了。 这鞋臭臭。 我知道。 你抱着他们的拖鞋, 是因为他们出去了。 你希望他们赶快回来, 换上拖鞋,就不出去了,对不对? 这是奶奶的拖鞋吧? 这双最软了。 那这是谁呢? 这是你妈妈的。 那你知道这是谁的吗? 那个人的。 你叫爸爸那个人啊? 那你知不知道这一双是谁的呢? 这一双啊,是安亚姨的。 已经好久都没有穿了。 你知道吗? 你现在住的是安亚姨的家。 可是, 安亚姨已经好久都没有办法回到这个家了。 其实, 安亚姨好喜欢这个家的哦。 我跟孟华, 我跟孟华, 就是那个人, 从美国回来到这里, 买了这个房子。 但是, 刚开始的时候, 我一点都不喜欢这里, 觉得又小又土, 没有美国好。 但是, 但是后来这里的每一样的东西, 都是安亚姨亲手挑的。 然后, 我跟那个人, 在这里吃饭, 睡觉, 说话, 有时候还会吵吵架。 然后, 安亚姨就喜欢这里了。 之后, 那个人啊, 说要买再大的房子给我, 我都不愿意走了呢。 可是有一天, 安亚姨因为生气, 就离开这里了。 没有想到, 就再也回不来了。 之后, 你和妈妈就住了进来, 那个人就要我走。 安亚姨心里很难过的。 那我们走, 我们就住回来。 不是你的问题啊, 小军。 我问你哦, 你是不是很喜欢, 有爷爷跟志强爸爸的那个家? 那, 你是不是也很想回家? 阿姨阿姨, 别难过。 阿姨阿姨没有难过。 只是也是跟你一样, 回不了家啊。 都一个多小时了。 没关系的, 我们去买点水果吧。 孕妇吃什么水果好? 苹果。 你说, 安云和小军在一块行吗? 您就放心吧, 安云一定会照顾好小军的。 那边有卖的, 我们过去吧。 若兰, 我以前看错你了。 谢谢你啊, 你还想到安云。 小军, 你很棒哦。 我们再摸一个好不好? 我们再来学一个。 好吗? 小军真棒。 来, 我们再摸一个字, 好吗? 来, 告诉阿姨什么字。 小军真厉害。 那我们再来学一个好不好? 好吗? 阿姨, 你回来了? 你们回来, 那我就回去了。 阿姨, 你别走。 阿姨, 有时间再过来陪你玩, 好吗? 那你一定要来啊。 嗯, 一定。 阿姨。 小军就交给你们了。 阿姨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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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有事吗? 小军, 他今天是第一次肯学盲文。 我们以前教过他好几次, 他都不学。 他已经认了好几个字了, 而且学得很快。 谢谢。 谢谢。